一站到岸,墨西哥专线,小宿地,大服务,墨西哥本土物流企业,自有当地清关公司与配送车队 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境叫阿米的阿米秀,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天上最新消息 跨境智库点,经读朋友圈,那我们今天继续去为大家读我这个三个微信里面的一个最有价值的最有趣的东西 那今天呢,我想去讲讲,大家可能很多人很陌生的叫沃尔玛 那为了方便呢,我把它已经投射到我的电脑上面 沃尔玛呢,在整个2020年之前呢,其实在我们这个跨境旧口地上行业里面 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我们叫什么呢,地主家的败家子 手上捏着那么多好东西,对吧,一直都没有什么大的长进 跟亚马逊这个PK呢,也就不紧不慢的 跟这个Ebay也好,跟其他的也不紧不慢的 无论是他们收割的Jet.com还是后面的这等等的 其实在很长时间内,沃尔玛好像在这个跨境内上 就没翻起出什么是波兰 那包括他们之前,曾经一度说要进入中国招商 但结果呢,都是雷声大,雨声小 但最近这一年下来,整个沃尔玛呢,就有点像 四别三日,当光目相看的这种 就是地主家的傻儿子,当大将的这东西 你看,他们跟Shopify的这种坚决的合作 跟Google的这种坚决合作,还有就盯着亚马逊打 亚马逊有什么,比如说这里提到的 这个亚马逊,这个要这个付费用户 然后年费才可以免费派送,对吧? 沃尔玛说,我不要,不用,我给你派送 他说,就在我们家门口 然后从数据上看,数据上看就是 亚马逊的数据,大家都知道 去年接近900多元美金了啊 而沃尔玛呢,在2020年的第二季度数据 同比增长97% 是31年来最大增长 第一季度增长是74% 这个沃尔玛这个地主价傻儿子 现在已经成为了亚马逊的一个典型的晋级了 大家说了,但是沃尔玛不是一直都说要用美国公司来去申请吗? 对,曾经业内一度呢 有说是可以用这个中国公司申请或中国公司来去做 但是事实上很多人开了这个沃尔玛 包括费费,包括其他就好像都不太懂是什么运营 因为其实沃尔玛它也是有不同的账号的 它就有点像亚马逊的这种自营的账号 也有些第三方的账号 那从我们看到的这个信息看到 那是沃尔玛本身第三方卖家的这个体量一直增长 而我们所得到的情报显示 我们得到的情报显示 在2021年沃尔玛更是会在中国去加大这个力度 甚至有可能会直接开放给中国卖家直接入住 那这就因为沃尔玛这个地主家的傻儿子 已经跟这个高富帅的亚马逊贝索斯 开始PK硬刚硬了 就是你以前我可能会相对比较弱一点 决策会慢一点保守一点 那现今我敞开来搞了 嗯 是好是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为什么呢这个地主家傻儿子 他的系统 到今天都不知道是该怎么样用系统去直接 然后整个流程 整个运营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它还是一个相对我们叫黑盒子的东西 那这个无论是京东 京东全球秀介入去帮他 还是其他人帮他介入他 到底这个大宝库该怎么去挖掘呢 这个什么叫北美大宝剑 该怎么去使得像样呢 我们也很好奇 继续关注沃尔玛这个地主家的傻儿子 该怎么样在2020年发挥 拜拜